說到天氣狀況 就要來看到最近全臺天氣相當的炎熱 不過從今天開始 民眾就要留意午後雷震雨了 受到西南風帶來水氣的影響 加上明後兩天太平洋高壓稍微減弱 冬退 也因此午後雷雨的範圍將會擴大 除了大臺北還有宜化地區 以及全臺山區之外 包括了臺東等地區也要留意 可能會出現局部大雨 而預計今年八月初 還可能會進入到颱風大爆發期 天氣炎熱 外出撐陽傘的人明顯變多 因為一傘多用 到週四各地午後都可能會下雨 禮拜二到禮拜四 因為水氣是比較多的 所以午後雷雨發展的時間 可能比較早一些 氣象局預估 這一週都會是有雨的天氣 尤其受到西南風帶來的水氣 中南部清晨上午 都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則是各地山區大台北宜蘭花蓮 要特別留意 週三 週四太平洋高壓減弱 潮濕西南風還有陸風浮河 中南部午後開始 也會有短暫雷震雨及大雨 除了降雨高溫資訊 也要特別關注 太平洋高壓影響 陽晴朗炎熱氣象局針對台北 新北台東發出橙色燈號 連續三日溫度都會在36度以上 而南投宜蘭花蓮縣 這兩天也會達到36度 外出做好防曬及補充水分 不過今年近到夏季 颱風爆發期有稍微往後延 7月目前平均來說 會有3.6個颱風 可是目前來看的話 7月可能沒有颱風 要到8月 8月是颱風發展最密集的時候 大概平均一個月 有5.6個颱風生成 氣象專家指出 雖然短期內 看不到熱帶擾動的發展 不過8月初 可能進入有力颱風 大爆發的期間 屆時可能會有多個颱風 同時生成 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記者吳正宇 柳璇台北報導